好了 本期的知识点您都学会了吗 更多有关有看头加的新功能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九方之头 独家冠名播出的谈古论亲节目 长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李婷 大小指数呢 今天是延续分化 互指振荡收平 创业板下跌 两市是红多率少 市场载幅波动 短期会选择方向吗 李电等高景气板块呢 今天是集体修复储能概念大涨 哪些方向具备操作性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古论亲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古论亲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接着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婷 你好 今天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载幅波动 短线机会如何去寻觅 其实我想我们开场排的一个题目 一听就知道了 今天市场载幅波动多少个点 二十个点 接下来可能中长线我们还看不太清楚 短期的一个机会怎么去寻觅 这个寻觅两个字很有意思 就是寻寻觅觅的意思 对吧 我记得小的时候 这个嘴馋嘛 看到好吃的 比如说葱油饼啊 叫几分钱的事情 但是扣扣说说 各个口袋里找了一遍 可能还不一定找得齐 这就是寻觅的意思 寻觅呢 说明未来的一个机会不多 而不像前面 机会比较多 是筛选 是这个赛道好呢 还是那个赛道好 那么现在来看呢 似乎好多都已经轮过一遍了 哪怕是近期的一个违反吧 那你看看白酒动了嘛 这个工程机械锚动了嘛 哪怕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 也整体一下子动了起来 当然是也是跟消息面的一个消息 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那么其他的银行啊 保险啊 多多少少都动过了 这是近阶段的 前面的赛道型呢 我们不谈 谈近期的V型的一个走势当中 好多处于低位的都动了一动 所以接下来这个短线的一个机会啊 真是要用寻觅这两个字来形容 那回过头来说 今天市场载幅的一个波动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啊 那我在想啊 那我在想啊 今天呢 首先是遇到了一定的一个阻力位 本身是一个V型来到了前面 破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线 60均线 在这个关口呢 今天像跳绳一样来来回回 来了三次 底部往下啊 3530点 跌破三次 但是没有往下升幅的一个下跌 马上就拉起来 但拉起来呢 就像跳绳一样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但高点注意到没有 高点是逐步下移的 而不像昨天到了两点半左右啊 一波拉起来的时候 好像信心很足啊 今天拉到两点半 拉不动了 开始又是回荡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些都表明 场内的啊 那些追逐短线收益的这部分资金啊 今天不像之前那样 信心十足的敢冲进去 同时呢 我们也注意到 北向资金的一个状况啊 昨天我们就说 昨天这波啊 蓝筹股啊 等等的一个行情 消费股的一个行情啊 好像北向资金就 没有参与的一个感觉啊 因为流进流出的一个资金 是比较小的吧 几乎是没有参与的一个感觉 那么到了今天呢 北向资金 似乎有一个抽身而走的一个 这个现象开始出现了啊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今天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那今天北向资金呢 从户股通和深股通的一个角度来说 大概就是这里啊 深股通比较明显一点啊 是点半之后有一个翘头 其余这三个小时的一个走势都是什么 都是流出的 但流出幅度不是很大 总体加起来28亿 所以还不能说 目前北向资金已经完全抽身而走了 但可以看到一个脚抬起来 向着门槛啊 开始迈过去啊 那么什么时候落地 卖出去多少啊 可能还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那么这是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南下资金 南下资金呢 今天哎 56个亿啊 流入56个亿 主要呢 是港股通深圳方向啊 流入是更多一些 那么这实际上也同时反映出 我们在深圳的一些市场当中 资金现在啊 有可能啊 这个流出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实际上反映出深圳市场的一个股市啊 偏弱了一些啊 那么这是南下和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 那么再来再来看一下小盘股 叠加大盘股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图啊 那从这张走势图上呢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今天小盘股所代表的啊 这个指数呢 走的偏强 而大盘股呢 今天走了落了啊 那么这个分水岭呢 基本上就是在十点到十点半形成了 形成之后呢 这个喇叭口越开越大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 那么明天大盘股所代表的啊 甚至影响指数的这些股票啊 如果沿着这个趋势的话 它还会下行 所以对明天来说指数的一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啊 当然指数压力大 并不代表个股不赚钱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小盘股的一个指数 就是很明显的啊 一路上升 那么这从盘面的一个角度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一个佐证 看到什么呢 看到今天追逐短线利益的这部分资金啊 又回到了题材股 有没有啊 你看今天早晨啊 相关的一些消息面啊 对于新能源方面啊 比如说氢蓝料啊 这个汽车啊 那么还有储能都有相关的一个消息 结果今天这两个啊 这个题材方面的一个赛道啊 我一下子涨幅超过10%的啊 包括涨停的个股加速 比例极高啊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可以看到小盘股今天非常活跃 那么这是从大小盘股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两次板块涨幅榜前列的有哪些啊 能源加工啊 甲醇概念 电磁管理 那么这些呢 都是多多少少啊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新能源相关的 这两个赛道啊 有一定的有关系 另外呢 有机规啊 还有房屋租赁啊 就是跟房地产相关了啊 那么总体上呢 涨幅居前的这五大啊 这个板块呢 今天涨幅从4.83%到3.49% 不是很狂啊 还有余地 我们再来看看下跌前列的有哪些啊 RGS概念 辅助升值 IPTV IPV6概念 啤酒概念 以及口腔医疗啊 那么医疗和消费啊 那么今天呢 是属于下跌的一个前列 来看看客创版前十大权重有哪些啊 呃 今天前十大权重呢 是三家涨 七家下跌 而且三家上涨的涨幅都很小 最大的华伦威 涨了一个点 正正好好的一个点 那其下跌当中呢 像康希诺啊 跌了7.3% 那么还有超过3%的有大权 金山啊 还有华西生物啊 那么这显然下跌的一个幅度啊 要比上涨的一个幅度要大得多 来看看创业版是不是也是如此啊 创业版呢 也是三家涨 那七家下跌啊 那好在这里面宁德时代有复苏啊 还有一维里能啊 今天呢 这这两家呢 其实都是跟储能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下跌当中呢 麦瑞医疗啊 还有爱尔眼科啊 汇川技术 这是都是超过3%的 来看看主板的一个情况啊 那主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茅台 哇 跌幅达到了2.7%啊 还有长城汽车 一头一尾是下跌的 区域中间的啊 银行保险加上中国石油啊 都是上涨的 其中建设银行啊 涨幅还达到了2.74%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呢 上证指数还是偏强的一个结构啊 再来看看深圳主板的一个情况啊 深圳主板呢 万科啊 好久没在前十看到了 那么今天一涨以后呢 回到了前十名的一个位置啊 当然还是第十位啊 那么其余的三家上涨呢 比例都比较小啊 像比亚迪是1.02% 那么下跌的呢 像武良业啊 那么还有像卢州老轿啊 那么这些呢都是酒类啊 是出现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吧 这是盘面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这么一个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周小刚啊 另外一位是徐始龙 两位好啊 那今天这个市场呢 似乎多空陷入了一个僵局啊 那么这个僵局短线指数 会如何去选择一个方向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看法啊 小刚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从技术上看 今天沪森塞牌指数 遭遇了技术上的一个双重的压力 我认为接下来短线回调的概率大 短线可能回调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啊 那再听听徐始龙 对中国经济怎么看 我觉得目前整个一个大盘啊 从盘面情况上来看呢 好像是这个 赚钱效应不是很强 如果说拉大盘指数的话 全中国处理比较多 而板块的这个轮动呢 也非常的快 那么创业板呢 走势相对的更弱一点 我觉得可能后面也会有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不排之后面 大盘指数会做一个WD 好那两位的看法呢 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交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一些嘉宾在有看头加上的 一些观点啊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张PPT 昨天晚上呢 板影节已经给出了一个观点啊 创业板日线方向 有一个选择的一个需要啊 操作上呢 目前是混沌期啊 要耐心观战啊 这个关子啊 摆出了他的一个态度啊 那老员在今天早晨八点半的时候呢 是因为相关的一个新闻啊 就储能和清暖安啊 消息刺激下啊 我认为有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啊 我注重的这个机会是短线的啊 那么还有呢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啊 是徐世龙啊 在今天早晨八点半的时候啊 股指呢逼近了六四均线啊 三千五百七十点附近呢 构成了一个强阻力 短期难逾越啊 显然今天六四均线也是多次触碰啊 但是没有能够逾越啊 还有丁伟明的一个观点呢 是主板市场整理以后啊 会延续反弹 关键是整理以后啊 那再看看广敏的一个观点 短期股指或冲高回落 葛建英给出的一个观点是 今天早晨的啊 上证指出反弹啊 进入压力区要助于滞长啊 继续关注储能专用设备高端制造等啊 并且关注消费类以及金融类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是几位嘉宾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啊 那么在请出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详细聊之前 我们先来送出一个福利啊 大家都知道近期呢 是半年报的一个公布期 如何看懂半年报的一个信号 聚焦下半年的一个投资机会 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中报实战分析限量首发 9.9元就可以获得七节直播客 及永久的一个回放权 您可以扫码啊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获取报名的一个方式 好的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一一来跟我们聊聊聊一下啊 对市场是如何得出刚才的这些结论的啊 我们先请出徐世龙来有请徐世龙 好 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指数啊 大盘指数呢 我觉得这一波的反弹 其实应该用反凑来形容更好一些啊 因为毕竟来说 上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均线 上面的一个压值 但是这一波反凑呢 确实来说 这个反凑的力度呢 和时间啊 这个角度也非常的陡直 所以感觉上从K线形态上 看像一个V反的这样一个形态 但是上方的压力 确实是毫毫没有去衰减的 我们从筹码桌上来看 3500到3600点呢 上方依旧还是三个 很大的一个筹码风 牢牢的封着 没有间一点点的这个减小的一个迹象 下方的支撑位 3450点这边呢 有一点点的一个增加 但增加的量呢 确实不是很多 毕竟来说 下面这个长度还没有上面来的高 上面是它的一个三倍了 那么从下方的北向资金数据上来看呢 依旧还是每个月净流路 所以对于大盘后面出现的调整呢 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但是不排除后面还是有一个WD的 那么下方的一个成交量啊 因为其实上升指数大家看 它没有很大的一个上涨 基本上还是围绕着3500点 在做一个大的一个项体运行吧 对吧 那么不排除后 或者还会往3300这边去靠一下的 因为成交量这边也不是立马 因为上次我说的 如果要逾越上面的这个三个冲马峰的话 下面至少放出2万亿 但明显2万亿是没有的 所以呢 这边应该还是一个下方 3400到3500还要继续做一个双底啊 甚至是三底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对于这个创业本来 我就表现了相对来说这个担忧一点 首先 因为前面讲上升指数 它是没有上涨的空间 所以即便有下跌下跌的空间也不会很大 但对于创业板 这次是第二次打破这个上涨曲线了 上次来的时候我也说过 第一次打破完以后 三个交易率马上就收上去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自救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一次打破了三个交易率 都是在这个上涨曲线之下的 下面的成交量依旧还是没有明显的放大 那么同样也是一个3500点 上涨指数现在目前是在3500点之上 我都把它看成是后面的WD 那么创业板呢 3500点呢 现在变成了一个压力位了 在一个因为上涨曲线 你要站上上涨曲线 你必须站上3500点 现在变成一个压力位 而且下方呢 它又没有一个成交量 所以如果说创业板在这里 还不能马上上去的话 那不排除创业板在这里 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那么往下跌有可能会跌 把前面那个低点都有可能会去把它跌破的 因为3200点觉得有可能会被跌破的 我觉得可能在8月底到9月份 会去考虑一下 因为这里的获利盘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北向资金来 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北向资金的 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规则 这样前面我们看一波下跌之后 下跌之后 从28号从7月28号开始 我们把它到现在分成两个五个交易率 28号是跟大阴线 29号是一个探底 探3312点在这个淡底 其实这两个交易率 从我们的盘面上来看 都是一个大幅下跌的 但是从北向资金的操作角度上来看呢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进场了 已经开始进场了 所以为什么后面会出现一个比较 角度比较大的 就是因为北向资金跟我们的超市 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是逢低吸纳逢高卖出 不断的是个调仗换股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俗称的我们是什么 这个低吸和高抛 所以28号29号连续两天是个下跌 但是北向资金是50 上增50互增300 都是一个加速加仓的这样一个动作 但是随着后面的不断的一个抬升 我们说前面五个交易率 它一共流露的量是比较大的 给数字跟大家汇报一下 前面五个交易率 这个上增50是净买入了61个亿 互增300是净买入167个亿 这两个数字非常的大 那么到后面五个交易率 也就是这波行情起来了起来以后 上增50 五个交易率累加是流出的 五个交易率是上增50是流出的 而这个护升300净流入额只有50个亿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大盘指数 这边打到了目前这个位置以后呢 上不去了 上面的缺口呢 该补的也补了 然后成交量也放不出 后面会有一个回来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机构投资者 他在这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 卖出的这个欲望和现象 那么对于创业版呢 我从这个中正500这些数据来看 其实这五个交易率上去 这个大盘指数在不断反弹 创业版呢 其实在上面呢 是作为其实是做了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 因为最近三个交易还是在仓增下方嘛 那么对于中正500北向之间的态度是什么 既不是加仓也不是大幅的流出 前五个交易率竟流入8个亿 后五个交易也流入了8个亿 那说明北向之间对中正500 也就是创业版也好 高科技股这些龙头公司 也没有一个加仓的很大的一个欲望了 在这里可能更多的是换筹 或者更多的是一种观望 所以这样一个态度呢 对于整个指数 不管是上升也好 创业版也好 都不会形成再次猛烈上攻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在这里我是表示一个谨慎 就是说可能会迎来这样一个调整 而从北向之间最近五个交易率的一个增仓的方向 我们更多的发现是底部的股票有更多的被北向之间买入 比如说像这个机械行业啊 像券商啊 像这个煤炭啊 那这些个股很长时间都没有动了啊 那么有一个很大买入 包括上次跟大家一直在说的像这个医疗啊 水泥建材啊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偏低的 没有大幅上涨过的 那么在近期被北向之间大量的一个买入 所以近期我们也看到盘面里面 包括像今天很多涨起来的个股 都是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都是一种低位补涨的这样概念 那如果说所有的东西都补涨完了以后 那基本上这波反弹或者反仇也基本上就结束了 好 谢谢徐世龙 从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 包括其他的一些跟资金相关的 比如说筹码 风等等啊 给出了一个结论啊 目前情况下呢 市场上方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啊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听小刚的一个看法 来 有请小刚 麻烦老爷帮我切到沪生300指数日线图 沪生300指数日线图是非常明显 沪生300指数一个面临一个前期一个平台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啊 好 今天我的观点先简单讲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创业板指数将接下来考验一个十周均线 市场的整个风格啊 我认为慢慢的会趋向一个均衡 那么创业板指数日线图是非常明显的 在7月2号下跌2.84%以后 从7月5号到7月22号 沪生300指数的低点是506点 高点是5171点 在这个位置这个日线啊 基本上是趋向一个横盘整理 那么从今天的一个最高点位来看 五千零五十五千零五十九点啊 实际上已经切入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平台啊 所以从日线上看实际上是面临了一个前期平台压力 麻烦老员再切到一个周线啊 刚才我提到的一开始我就说了 创业板指数周线上是面临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双重压力 这双重压力是怎么看出来的啊很简单 第一个创业板指数周线上有一根破位的啊 破位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周线的阴线 这根周K线的阴线的开盘点位是5067点 就是第一点第二点 创业板指数目前五周十周二十周均线 还是呈现一个空头排列 那么今到截至到今天为止啊 十周均线的位置在5064点啊 应该是在5064点 那么从技术图形看啊 你创业板指数这样的一个 周线上的一个空头排列 我前期实际上也讲过 你的指数要有一个出现一个V型的反转啊 是极其极其困难啊 所以我刚才说了 创业板指数无论是日线上 照一个平台压力也好 周线上照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双重压力也好啊 决定了护生300指数啊 讲错了 护生300指数接下来短信是回调的概率大啊 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是这个原因啊 第二个 这次推动护生300的一个 从低点上来的反转 第一个是前期遇到了一个 这个支撑区 第二个啊 就是今年以来一些 跌跌不休的一些传统行业的龙头啊 出现竞价段 股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当中 反弹力度相对最大的啊 应该是出现在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叫农副食品 那么从农副食品的板块指数来看啊 嗯 这个板块指数实际上已经逼近了一个上方的板块指数的一个六十均线 那么从低点反弹到六十均线 实际上也有一段 应该有说有一段距离了 那我刚才也说过啊 从农副食品行业的这个基本面来看很明显 从已经公已经公布中报预告啊 或者公布中报的这些公司来看 二季度不管是主营业务收入也好啊 或者说从净率的表现来看 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如人意的情况 那么整个行业基本面也很难去确定在第三季度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向上的拐点啊 所以我说了在这个位置 你这个板块第一次接触到六十均线附近的话 很有可能接下来是需要一个二次探底啊 再去探探探明前期底部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所以我说了护生300指数在这里短线回调的概率 不管是从板块还是从护生300指数本身的技术图形 都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第二点 创办指数将考验十足均线 那为什么我得出这个观点呢 从护生从创办指数日线图上看是非常明显 自今年3月25号以来 它走的一直是低点逐渐上移 高点也是逐渐的往上走 但是到了这次7月22号以后 这个规律被打破了 7月22号创办指数挑战到了3576点以后 这次的回调是回调到7月28号的3157点 这个低点把7月6号的3240点给跌破了 那么从历史规律来看 当把前期这样一个上升通道给打破以后 大概率接下来创办指数是走一个比较宽的 一个相体正当的一个图形 那么所以我说创办指数接下来会去考验十周均线 也是这样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么第三个我刚才说了 就是市场风格在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慢慢的趋向于均衡 那么为什么得出这样的观点呢 因为我前期节目也讲过 我们的行业龙头包括护生300指数 今年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调 实际上是对过去两年这个这样一个涨幅的一个修正 并不代表了这些行业龙头未来的它的行业龙头地位 会被本行业当中的尾部公司给替代 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如果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假设是就是不会出现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些估值的一个回测实际上是有底的 那么近期也很明显 自从那个消息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以后 实际上大家对今年底这个到包括明年初的一个整个一个经济的预期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当出现了一定程度变化以后 就反映在我们的一些跟基线投资相关的一些行业的股价 大家认为在这个位置我不愿意继续往下卖了 所以股价出现了反弹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接下来整个市场的风格 一些赛道型的行业 可能接下来它也需要一个震荡的过程 那么这些经验总是相当弱的行业 我认为接下来也会出现一个注定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市场风格会慢慢的去向于均衡 好 市场慢慢会去向于均衡 那么这是小刚给出的一个结论 推倒的过程我们不再总结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叶鹏飞 听听他对市场是如何分析的 来有请彭飞 市场整体还是处于围绕3500的震荡修整中 但白马股的气吻和热门赛道股的调整 有利于市场的情绪稳定 目前来看市场还不具备大的风格计划 还是属于高低估值的修复分化 在震荡过程中注意高成长股分化的风险 操作上更多关注高紧细度赛道中 估值合理 安法属性强的品种 依然看好E2CXO芯片半导体 除人和高端智能制造的上游几个细分赛道 好 谢谢彭飞的一个分析 回到场内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 顺着刚才分析的一个思路 来跟我们说说准备如何操作 来 先请出徐史龙 我们去看一下目前整个市场的数据 统计情况 那么对于我来说 肯定是按照北乡资金增仓的方向去走 那么我会统计一到两周时间 北乡资金流入的一个总的前十排名 在前十排名当中 有几个肯定会做一个剔除 那么基本上会留什么 因为我们看一直在增仓的 那高位肯定不是性价比最高的 所以把高位的三年里面高位的那些功能全部剔除 那么黄言是这一块呢 就基本上是属于中位区 太低也不行 如果一直在三年底部 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好 但是它不是一个起爆点 所以我们看是中位向上的 中位或者横盘的 那么上次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软件服务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机械行业 那么对整个一个机械行业的一个向好的逻辑关系 其实也是从基本面上大家都可以知道 工程机械目前整个一个需求 在我们今年下半年经济相对来说 继续要加大基建投资这一块 其实对它来说是一个政策上的利好 那么挖掘机它有一个特性 它有一个特性 就基本上它会出现上半年比较高 当中比较低 但是尾部呢又开始拐头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整个一个来说 我们整个一个挖掘机 目前整个一个国内和国际上的出口量呢 还是维持一个高增长 所以这样呢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重工业嘛 它也是缓解了目前整个下半年经济的这样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看整个一个挖掘机销量 这两张图一张是今年的 就是整个一根曲线完成的是2020年的 还有一半呢是今年 那么今年呢跟去年差不多啊 那么现在目前已经基本上到了全年的一个最低点 所以下半年从这个第三季度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尾部的一个翘尾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研究了一下 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整个一个机械行业 它基本上出现了这个十几家的这样一个 十倍的这样一个牛股 这个我把这个清单也给大家列了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十大牛股呢 基本上也分在了这个机械行业里面的一些细分行业 包括像光伏设备啊 锂电设备啊 半导体设备啊 自动化啊 和工程机械 这一方面呢 这个是布局了 这样整个一个机械 一些牛股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对于我们二级市场来说呢 整个一个机械行业 北向资金的态度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今年上半年达到了这样一个高点 那么达到高点之后啊 它有一个逐节的回落 而这个K线图形啊 这个K线图形 老远去翻到后面的那张K线图 这个机械行业的一个K线图形呢 也是跟前面它的一个行业景气度呢 有一定的这样关联啊 在底部形成一个很长的 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 那么随着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改善呢 在最近这段时间啊 突然间这个北向资金对它进行了一个不断的一个加持 算是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 所以通过这个政策面 通过基本面以及这行业的一个特征 我觉得当下可能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 逢低去做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啊 跟随着北向资金做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些行业 那么机械行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那老徐你上次带来了一个警囊啊 那警囊近期的一个操作情况 包括最近刚刚开的这个点睛的一个课 这个是点睛的一个 这个这个到底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基本上我对整个一个警囊的 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底线 就是说至少你得保证的跟护生300 一个同步运行的一个态势啊 不能说走落于护生300 所以我这个警囊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应该是或者是同步啊 或者是远远强于 只要给到一点机会的话 那肯定会是很强的一个方式 那么对于警囊来说 嗯 操作的个股的也不会太多啊 基本上是不会超过五个股 而且是仓位目前是在三到四成左右啊 因为现在比较偏弱 所以我的仓位会低一点 如果说一旦这机会来的话 我可能会仓位会直接加到八成啊 五到八成 那么对于整个一个警囊呢 我是有几个原则五五策略啊 一个是每个月百分之五的这个收益目标啊 稳步向前推进 另外一个操作不超过五个个股 还有一个五就是五个技术条件的一个选股 那么很多人在这个有看头上也跟我交流啊 希望能够更深层次的啊 更请这个确切的了解一下 我是怎么去通过这五个条件去选个股的 那么我在锦囊里面呢 我在这个点击里面呢 就开设了这样一个栏目 也就是说每天中午我会把 从这五个方面啊 选到了个股的一些清单股 作为一个股票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有要符合这样五个 第一个所看的 首先肯定是北乡资金1437个票里面 老徐你把这五个简单说一下啊 不用展开了 一个是三个月没有大涨 第二个北乡资金必须是在近期持续加仓的 第三个当日盘中必须是有大资金出击的 第四个这些个股必须是市场的参与度比较高的 成交量比较大的 第五个当天一定要出现拐头向上阳线 并且有大资金攻击的这样一个信号 好谢谢老徐啊 有机会我们再展开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小刚 来听听小刚的一个观点来 接下来我还是关注中报业绩的一个进一步披露啊 这个披露呢主要是指的一个 比如说像新材料啊 专用设备啊这些板块当中啊 因为从今天看新材的板块指数 实际上比串盘指数走得更强啊 还今天创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那么到目前到今天收盘为止 整个板块指数今年以来涨幅是38% 应该说这个涨幅相当大 那么接下来我预期啊 这板块当中实际上还是有个股可以去挖掘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是关注一个叫 碳中和龙头的ETF 那为什么这样说得出这样的观点呢 第一个呢就是整个从行业来看啊 从根据比如说像跟踪太阳能行业 或者说跟踪新能力汽车产业的ETF是有 而这些都是单独的 但是如果像横跨两个行业的啊 ETF 那么目前为止我个人只找到这个 这一家啊 那他大概覆盖了整个这两个行业的 热门行业的比例大概在90%左右啊 应该是在90%左右 剩下来他是买了一些其他行业 那么这一家呢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呢 我认为是在中暴披露期间啊 接下来应该是大量公司要公布 第一个呢安全性相对 目前板块类当中有些股价暴涨后的啊 有可能中暴业绩出现一个明显的 同比甚至同比下降的 而我认为这个安全性要高到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从未来来看 行业内的龙头 我说了他因为他是一览自配置嘛 配置这些行业的龙头嘛 行业龙头被颠覆的概率 实际上是我认为啊 颠覆一两家有可能 但是你说这他覆盖的这些行业当中的 一些西风子行业的龙头 全部被颠覆 我认为这个概率是几乎没有啊 所以我认为从如果这未来 两到三年这这些行业 接下来还有个飞速的发展的话 那么实际上行业龙头的增速 一般性来看是会 包括他的市场份额扩张 会比行业的尾部公司 要表现得更好 这是第二点 这两点原因 所以我为什么关注探中和龙头EDF 那么第三点的话 接下来的操作会倾向于一个均衡配置 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一个机会呢 这主要是指的一些 就是板块内当中 大家预期非常低的 但是呢 他大家就是当这家中报公布以后 大家觉得当这当中有一个明显的预期差的 最明显的就比如像近期的一个 近一个月以来一个券商行业当中的 极个别的公司 他的财富 在财富 因为财富管理当中的一部分的预期 导致了这部分公司 实际上近一个月的表现 要远远比行业当中的头部公司 表现的好的多的多的多 嗯 好啊 谢谢小刚的一个分析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直投APP 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呢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抛析各产业链 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 厂华嘉宾许阿玲来听听 她对今天市场载幅波动 是如何来看的 来有请 今日市场载幅震荡后收红 预计指数反弹暂时告一段落 短期指数有震荡调整需要 同时考虑大盘市场热点散乱 对后市偏谨慎 操作上我会继续维持6到7成汤位 主要在云计算 军工电解液龙头 稀土补涨方向上做高抛地区 同时关注金融地产等低位股的 调整机会 好 谢谢许阿玲 回到厂内 马上进入有看头嘉莱的板块 要请出吴州 那今天的市场呢 跟昨天相比 从个股的一个涨跌的角度来说 逊色不少 那今天好像只有2100多家上涨 那这里面如何去寻找挖掘相应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听听吴州是如何分析的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爱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嘉莱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吴州 谢谢老元 有看头嘉莱了 我是吴州 指数今天涨跌不一 市场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 权重搭台 题材畅试的阶段 震荡性行情中哪些方向 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市场风格轮动加速 前一天大涨的板块 今天可能就会出现跳水杀跌 我们看到电力设备板块 却出现了独立走强的一个表现 从日线形态来看 最近10个交易日出现连续阳线 说明市场做多的意愿是非常的坚决 今天再度放量上攻 突破筹码密集成交区域 说明上涨空间已经被完全打开 主声浪行情可能有望启动 同时机构资金今天净流入超过11个亿 北上资金10天时间净流入超过13个亿 说明不管是机构资金还是北上资金 都非常看好这个方向 另外消息面上 两部门发布了鼓励发电企业增加并网规模的利好通知 那具体机构资金和北上资金 近期流入到了电力板块中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电力板块中 近期有资金持续流入 并且形态在走强的一些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阿维码 来免费的领取 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PPT 这正是电力板块中的一个案例品种 我们看到该品种日线形态上不仅放量突破了年内下降趋势线 同时也突破了筹码风封顶的压制 说明该品种已经走出了底部区域 上涨空间也被完全打开 同时机构资金9天净流入超过1亿 北上资金8天净流入超过3500万 说明不管是机构资金还是北上资金 都非常看好这个类型的品种 那如果您想领取此类更多值得关注的品种 那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阿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吧 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PPT 我们看到在上周三晚上在节目中 和大家分享了工程机械板块的投机会 当时提醒板块指数波段上涨趋势已经形成 可以重点关注近期有资金持续流入 并且形态走强的品种 我们看到随后5天板块指数最大涨幅超过7% 今天早盘一度创出了阶段性新高 当时分享的案例品种全部时间上涨 那今天短期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洗盘 并没有改变波段的上涨趋势 稀稳之后还是依然可以继续去关注的 好了今天的行业机会分享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员 欢迎回来今天很明显 多空在载幅箱体内进行一个波动 说明市场陷入了一定的一个僵局 那短限指数会如何突破呢 会如何选择一个方向呢 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上 跟我们的投资者再进行一个交流互动啊 我们稍息休息以后呢 马上来揭晓单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内部消息利好快买进 我哥说公司放弃重组快买出 我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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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形交易 盲目抄底 不可取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思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 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 立即拿出手机 扫描平板二维码 现在扫 马上就能 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思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 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 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底部四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 二月三个世纪的经典 加值一算 今日要抛 一开火焰 今日要开盘 我要梦啊 能用成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市场震荡 如何来寻找交易性的机会呢 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互质连续上涨之后 今天是冲高回落 短线来看 互质将会进入到 五月到七月的成交密集区 遇到阻力呢 属于正常的现象 板官代表新兴成长的 科创版和创业版 走弱的迹象明显 这也反映了市场的 翘翘板的效应 后市来看 新能源和科技股呢 即使再度活跃 上涨的力度也会越来越弱 毕竟累计的涨幅和上涨周期 都处于高位水平 但是市场的风格切换呢 并非一日之工 从交易的性价比来说 调整到位的 估值合理的白马股 更具有吸引力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自咱们的微信递台 分享您对A股市场的看法 好 欢迎回来 多空陷入了一个僵局以后 对于突破方向 如何进行一个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投资者是如何选择的 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横盘整理 有52%的观众 认为未来会横盘整理 第二个选项 先向下调整 31% 那么还有向上动力的 是17% 那么这是第一个 投票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 对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是徐世龙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观众说 今天的A股和昨天相比 波动是大幅减少 户子散伤了3500点 离3600点压力位不远了 3550点到3600点 是密集套牢区域 这个位置不换手 是重不上去的 未来几天关注 成交量能不能持续放量 这决定了是往上走 还是往下调整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今天市场个股回度很高 但指数形态不好看 随时又调整了风险 加之今天主线 储能明显高潮了 明天将大幅分化 短期操作上 多寻找储能 军工 轻能源板块中的 低位补涨的机会 那么这是两位观众 给我们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 今天的这根小K线 如何来分析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 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 这个资料挺长手的 你赶紧去领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 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按理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 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炸老师选策略 救上九方之头 市场继续风化 互指示冲高欲阻 那么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哪些指标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 抢先报 欢迎回来 我们先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么今天上证指数呢 是低开上冲 拿下六十月均线 之后呢 无功而返 无功而返 还不买仗 几次三番上攻 到六十月均线附近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下 开了一个小幅 这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从最后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震荡回落到 三千五百三十点这一带 还是有支撑的 收了一个数量的 倒垂头的 这么一根小阳线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小的一个 因为前天震荡只有二十个点 后市呢 在六十月均线附近 应该还有反复的一个机会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月转多周多日 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三千五百零五点 到三千五百四十五点 那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已经反复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三千五百点的一个上方 因为此前有不少的一个筹码 堆积在这个位置 当然这次上工呢 用的筹码并不是此前在上方的 赛道型的一个股票 而是换了 是所谓价值型的一个股票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呢 下方价值型的一个股票 那么现在来看 获利筹码也是不少 今天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发现 似乎盘面又回到了 那种赛道型的一个股票 那么是不是 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如果重新回到赛道型 意味着这里的一个价值型的 一个反弹 只不过是一个超跌反抽呢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么往上的一个空间 那个压力就会显得比较大 所以进阶段呢 对于六四均线的一个争夺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 跌破六四均线以后 是反复了多久以后 然后才在这里站上去的 那么这次 在这个位置跌破以后 有没有怎么这么快 很顺畅的就直接就上去 我觉得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 创业板呢 全天低开震荡 受制于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力 那么受了一个 数量的一个小阴线 其实不光是五日均线 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五日均线是高速下行 同时呢 还有一根 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有一根十日均线 那么今天呢 这两根均线呢 都在这位置 而且有成为死差的一个可能 这个呢 要小心一些 那么连续三天 目前情况下 这三根均线 这个不是均线的问题了 这三根K线 一直围绕 这里有一根三十日均线 一直来回震荡 但是就是无力站稳 今天呢 是把三十日均线给逮破了 那么后续呢 回补下缺口的一个可能性 在增大 下缺口呢 就是这位下缺口 目前是越多周空 日空的一个趋势 应该要保持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 波动期间3413到3465点 那么其实呢 这里我们反复强调的 创业板那个指数呢 在这位置呢 大概1600出头一点 那么一路上涨以后呢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最高的位置呢 已经接近2600点 对不对啊 这里是2600点 这里呢 是3600点 所以一路上行呢 1000点已经 差不多已经 这个非常快的一个到达以后 这里震荡呢 必然会加大 那么这一次呢 在比较高的位置 这里出现了一组 黄昏之星的一个组合 这里呢 又出现了一个 类似黄昏之星的一个组合 并且呢 连续三根小鹰小羊的一个K线 30的均线 有点守不住的一个味道 所以一旦守不住往下 那至少下方的60均线 或者这个缺口的位置 所以因此还是小心微妙 那么这是明日抢先报的 明天我们稍事休息后 再回到场内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 接下来如何操作 是好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家族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梦啊 你会为我国的 还是要靠学习和精神 我国的 就冲我了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品质生活 就选极家精装 极家精装服务了万千家庭 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家装品牌 我们秉择不断提高 广大业主的生活品质 精出设计 精出工艺 精出服务 要装修的业主不必再烦恼 只要一个电话 极家精装全搞定 赶紧拨打官方电话 5888-2228 或扫描二维码 免费获取你家装修报价 装修快人一步 如果你不懂装修 不懂装修公司哪家好 不懂建材怎么选 那就来极家精装吧 品质生活就选极家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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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我是张晓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呢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际中经常会用到的 龙虎决心战法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底 有没有帮助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我要请出徐史龙 徐史龙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点睛 刚才也有一些观众来提问 点睛你能不能再说得详细一些 来 是这样 因为我对整个一个锦囊的操作 是只限于北向资金1437个票里面 所以这包围性已经缩小了 在北向资金埋在这些个股里面 首先高位的不做 低位的没有资金借的也不做 所以把这两个剔除 剩下的就是北向资金在这里连续一个加仓 那么加仓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连续三个月它又没有涨 但是它有一个横盘拐头向上的动作 那么单单如果说看北向资金还不行 我们还要借用盘内的大资金 因为我们看到像一个DDX这种指标 它有一个当天大资金出击的这样的形容 那么前面是在北向资金大量建仓的前提之下 再来看盘中当天的大资金出击 出击完之后 那这只是个资金的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这根K线 这根K线一定要是横向然后拐头向上 形成趋势的一个拐点 那么符合这些条件 我会在当天把这些个股的作为一个股票石 那这股票石本来是我自己平时做锦囊的时候去用来观察的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点金上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谢谢徐史龙 确实掐头去位以后 那个股票加速要少很多 那一上来 先北向只有1400个了 然后再掐头去位中段 中段漏多测爽 那这个是徐史龙的一个点金 我们接下来回到小刚这边 来听听小刚的想法 我把刚才那个超速策略上的观点继续补充一点 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券商 券商实际上我是举例 因为当初的预期差 我认为已经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体现差不多了 而且我在个人在这里 我考虑是卖而不是再买的 这是我声明一点 我刚才这举例就是 意思就是实际上大家在这么多 就没有人关注的地方 非常冷门的 像实际上券商包括今年走势也比较差 冷门的地方实际上也蕴藏着机会 这个机会就来自于预期差 我要举例的实际上这个 比如说我想我前期从五月份以来 一直提到的一个新材料 那么前期我主要提到的是高峰子材料 半导体材料这些 那么我现在在想 是不是我以前也讲过 新材料实际上是所有新型产业的一个基石 那么我在想 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 有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预期差 当然这个预期差 要等待的一个中报 给我一个验证 所以我现在在等待这个机会 第二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 碳中和龙头ETF 这个我个人认为 是不适合短线投资 短线投资者去交易的一个表格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确实ETF一般还是要做长一点 对 小心 哎呀你看我这眼神 小心手 好 回来啦 哎 杨飞灯怎么还没关呢 先别关 咋个啦 什么忙着吃 我还带了点菜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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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币 的 但是 本来的 那没有 那个 就 就 好 不 是 不 不 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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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